大家晚安 今天有一个新的热带性DKR生成了 是过去这段时间持续稍稍涨涨的TD14 那么现在的位置是在台湾东南方的海面上面 距离还蛮远的大概1000多公里的海面上面 接下来也会逐渐的北转往琉球群岛的方向前进 其实对台湾来说不太会有直接的影响 大家可以稍微的放点心 但是沿海的风浪会明显的增大 我提醒大家从事海上活动要多加留意了 那么中波假期各地持续晴朗午后局部雷震雨的天气状况 下个礼拜太平洋高压还会持续的增强 整体来说在未来这个星期天气状况都算是不错 只需要留意午后震雨就可以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这个热带性DKR的位置 就在台湾东南方的海面上面 过去这几天其实持续的萧萧涨涨 一下子增强一下子又减弱 在今天又增强成为热带性低气压 那么而且接下来它在它北上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有机会持续增强成为一个台风的 但是还好的是它接下来是会通过琉球群岛 中心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不太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就像刚刚提到的沿海的风浪会明显的增大 所以提醒大家从事海上活动 务必要多加注意安全 来看一下预计这个周末假期 它就会沿着高压的边缘 通过琉球群岛持续的北上了 不会对台湾有直接的影响 台湾预计在接下来这几天 都是晴朗中午直步午后阵雨的天气 那么下个星期东边的太平洋高压 还会稍稍的牺牲过来稍稍的增强 所以带给台湾更加炎热稳定的天气状况 所以可以看到接下来这几天 其实降雨分布主要都是以中午过后 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 局部午后阵雨为主 未来这一个礼拜都是如此的 所以提醒大家中午之后 都是这样子比较容易下起一些午后阵雨的机会 山上的雨势会比平地来的大一些 提醒大家中午之后外出 也要记得携带雨具 也别不时之需了 温度的部分 接下来这一周都是热红红的天气 北部地区的高温都是来到33度到34度左右 中部南部地区的高温也都有32度到33度左右 都是热红红的感觉 再次提醒大家 务必要记得多喝水 小心中暑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进城 全台各地都是好天气 但是中午过后 明天中午过后 局部地区就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发展起来 听到雷声要赶快进入室内 这个雷震雨其实是蛮危险的 建议大家听到雷声赶快进入室内会比较安全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